為了吸引更多的外地遊客 來欣賞礁溪龍潭湖的自然景觀 龍潭社區不但爭取建設 建構了入口意向 並且在縣政府的協助之下 向鄰近的台畫廠溝通 將原本的高三米半的圍牆 降到90公分 讓廠區的綠化環境 跟龍潭湖來相結合 營造更寬闊的視野 原本讓人覺得有隔閡的台畫廠 經過主動拆除圍牆後 內部環境依然無遺 而且植栽綠化的環境 剛好呼應龍潭湖 優美的山水景色 利用就是這個圍牆 在這裡讓人一種壓迫感 那個感覺都不同 那麼經過管政府 很重是龍潭湖的開發 他跟台法公司在協商之後 台法公司也很願意 來配合地方的發展 發展觀光需要 所以他們經過協商之後 要來把這個圍牆 這個圍牆要來打降機 讓它降低 因為台法公司裡面 有很好的景觀造景 我們是希望 把景觀造景 可以跟風景區融合一片 所以現在圍牆打掉 圍牆打掉 我們要來做一個穿透感 用鐵絲網圍裡 來做一個穿透感的感覺 定義說整個景區會做大 另外在入口的張幅路 社區精心整理老舊房舍 成為龍潭湖的重要門面 而且台化廠也保留部分高牆 未來提供社區來彩繪 營造生動的視覺感官 龍潭湖這個風景區 因為它沒有很明顯的指標 所以我們社區 經過水波橋的輔導 我們有在我們的入口這裡 做很多歡迎的意向 我們運用我們的鼓勢 取得同意之後 我們來把它美化 那麼 這邊管政府跟台化公司的配合 要來提升我們 龍潭風景區的觀光價值 他們來做這個圍牆改善的時候 台化公司也很好 跟社區建議說 是不是在這個外國的地方 他們的圍牆 要來幫我們做 這次台化廠將三米半的圍牆 降到九十公分 總長度八百公尺 經費七百多萬元 都是台化自行處理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 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